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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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 希望你們會喜歡 羊匠這個特殊身份在亞洲地區的職棒 是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存在 時不時的都會在網路上看到有關最強羊匠的相關討論 每個人心中都有他所認為的最強羊匠 而就成就上來說 實在也很難定義究竟誰才是最強 日本職棒在80年代有板神虎的Randy Boss 至今都還有人認為他是板神最強的羊匠 投手則有曾創下百勝百救援的台灣之光郭元智 90年代則有C5的Distradi 還有鏡鐵時期的狼主Tuffy Ross 這些年更有當上橫冰總教練的Alex Ramirez 還有打破單季拳累打紀錄的巴冷天 各個都是名氣響亮的超級巨星 今天要講的是屢台就是神的經典代表人物之一 Alex Cabrera 綽號白卡布 1971年與委內瑞拉的莫娜加斯州出生 185公分100公斤 是一名又投又打的球員 守備維持是一壘 日值12年生涯累計1239場出賽 1368隻安打 357隻拳壘打 949分打點 3x03的打擊率 OPS0.990 拿過一次拳壘打王 一次打點王 一次的陽聯MVP 5次的最佳九人 還有一屆的金手套獎 Cabrera出生於南美洲棒球強權之一的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國內的棒球從1895年開始發展 在二戰後的1945年成立了職業棒球的聯盟 而1990年代起 MLB注意到了這個國家的棒球好手實在有夠多 於是開始紛紛在委內瑞拉設立棒球學校培養人才 而Cabrera也是在那個時期被大聯盟的球探注意到 他在1991年被芝加哥小熊隊簽下 進到小聯盟體系打球 不過Cabrera前進大聯盟的路走得並不順遂 他在5年的時間最高只打到了高階EA 雖然在打擊上有著不錯的發揮 但在手背方面的不成熟讓他迟迟無法打上更高的層級 於是在1997年 Cabrera到了墨西哥聯盟打球 這時的Cabrera在打擊上也是越打越好 想要獲得更多曝光機會的Cabrera也做了大膽的嘗試 他在1999年時被綜化之棒的核信金隊邀請來台 首度挑戰亞洲棒球的Cabrera在攻守兩端都有很好的表現 當年的核信金一共打了91場比賽 Cabrera出賽了80場 繳出了3x25打擊率 18隻拳雷打 64分打點的成績 長打率高達5x79 附帶一提 那年拳雷打王是兄弟像洋將得武的19隻 Cabrera也在那年明星賽的拳雷打大賽上奪冠 不過到了球季末9月21號 台灣發生史上最嚴重的地震災害 隨著中華職棒宣布將暫停接下來的賽事 這讓許多沒有經歷過地震的洋將紛紛嚇著逃離台灣 Cabrera也是其中的一個 離開台灣後的Cabrera回到美國加入了亞利桑那祥韋蛇體系 這次他在2A打出了屠殺式的成績 53場的比賽中有著3x82打擊率 35隻拳雷打 長打率高達9x86 OPS1.438 這讓他快速的一路登上大聯盟 並且在大聯盟的首打席就打出了拳雷打 可惜後來在大聯盟的表現失速 最終在大聯盟出賽了31場 打擊率2x63 有著5隻的拳雷打 雖然升上了大聯盟 但是沒有獲得太多的輸場機會 於是在2001年球季 Cabrera決定再一次的挑戰亞洲棒球 這次他加盟了日職的西武斯隊 在Cabrera加盟以前的西武斯 雖然戰績都是在前段班 但基本上靠的都是強力的投手陣容 打擊頂多只能算是堪用 2011年 西武斯一口氣補進了Cabrera和Scott Mckely兩位洋將 而他們兩位也在加入的第一年 馬上就將西武斯的打線升級 Cabrera只用了64場比賽就打出30隻拳雷打 並且在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打出了49隻拳雷打創下紀錄 但那同時也吞下了全聯盟最多的154三陣 這樣一副要把球打爆的打擊形態 讓Cabrera快速的獲得了很高的人氣 並且入選了全明星賽 明星賽上還打了錦川慶一隻特大號的場外拳雷打 到了2002年更適應日子的Cabrera正式退變為那個年代日子最可怕的打者之一 這年他因為腰傷的關係曾在6月時進到賞品名單休養 不過回到賽場上後 連續三個月打出了雙威數的拳雷打 這是史上第一的紀錄 並且他在9月10號就達陣50轟 這次繼前一年Tuffy Rose之後再度有人嘗試挑戰高玄38年的王真智55轟障 可惜因為各隊實在懼怕他的長打能力 整技失壞加靜遠合計高達129次 加上受傷少打擊場的關係Cabrera的拳雷打數最終一樣停留在55隻 沒能打破這道高牆寫下新的紀錄 而這年的C5也在Cabrera的帶領下 加上西口文也領軍的投手群加持 C5從5月中開始戰績就一路獨走並且打進日本一大賽 但在日本大賽上C5的打線是完全熄火 最終C5被巨人4比0橫掃出局 這四場比賽中C5只打下了8分 Cabrera一個人就包辦了其中5分的打點 這也讓他獲得了日本一大賽的感動選手賞 而賽季他打出了3x36打擊率 55隻拳雷打 115分打點 長打率7x56 OPS1.223 打點只落後Tuffy Rose的117分 這項準三光王的成績讓Cabrera風光奪下那年的陽聯MVP 球季結束後Cabrera超狂的表現也引起了大聯盟球探的關注 他表示正有4隻大聯盟球隊在和他接洽 並且表示有機會的話他會重回大聯盟 但是最後Cabrera選擇了留在日本繼續他的傳奇生涯 2003年球季 他延續了前一年的表現再度打出了超過3成的打擊率 還有50隻的拳雷打 這世紀落合博滿之後再度有人連2技超過50轟 他也是史上唯一一個打出50轟卻沒能拿下拳雷打王的打者 因為這年的Rose再次以一隻的些微差距勝過了Cabrera 球季結束後C5也端出了2年8億日元的合約留下這位頂級洋將 更年球季Cabrera在熱身賽遭到觸身球導致右手腕骨折 讓他不得不進行長時間的修養 球隊估計至少要7月中才能回到球場 結果Cabrera因使用驚人的回復力在6月底就回到一軍 而且身手4號沒有受到影響 最終他輸賽64場打出2x80打擊率和25隻的拳雷打 依舊是聯盟最可怕的打者之一 而這年陽聯再度將季後賽制度捲土重來 C5也以第二名之姿先挑戰日本火腿 在關鍵的第三戰三局下Cabrera打出了超前的滿冠炮把分數咬住 最後由和田1號打出再見轟挺進第二輪 而第二輪靠著松滿大福領軍的強力投手群 辛苦的以3比2拿下季後賽的優勝 到了日本一大賽 C5和終日殺的難分難解打滿7場 Cabrera在第三戰打出一隻特大號的逆轉滿冠炮帶領球隊獲勝 結果論來說的話 要是沒有這隻滿冠炮 C5可能早就被4比1出局了 對C5能夠拿下日本一真的是非常的關鍵 打! 整個系列賽Cabrera打出2成96打擊率 三隻拳雷打9分打點的成績 拿下優秀拳手賞 港青零五年球季 維持身體健康的Cabrera依舊展現長達火力 他打出3成打擊率和36轟的優異成績 並且有著連續4年OPS都超過1的可怕表現 這年6月3號的交流戰Cabrera面對到橫兵隊的三浦大斧 打出了一隻超級超級遠的大號拳雷打 這隻拳雷打直擊C5巨蛋外野最上方的鋼條 還一度造成比賽暫停 而這隻拳雷打被推定至少打了超過180公尺 也被認為是日值史上打得最遠的一隻拳雷打 球團還因此在鋼條上刮上布條留作紀念 不過很可惜的這年季後賽Cabrera因為傷勢的關係沒能被帶上 整個C5打線也就少了這麼關鍵的一擊 最後在首輪就輸給了羅德 接下來的兩個球技Cabrera依舊是球場上最可怕的洋將之一 06年C5以兩年12億的天價和Cabrera續約 他也完全的打出了身價 100分的打點和小力圓倒大一同並列打點王 而且打出31轟也只落後同為全雷打王的小力圓一隻 打擊率則小輸給松中心眼0.009 很可惜的再度與三冠王失智交臂 07年球技結束後 這時Cabrera的年薪已經高達了6億日元 C5球團在經過一番思考後決定放棄與Cabrera續約 一方面是因為薪資空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雖然球團沒有說明 但應該是因為當時美國大聯盟爆出了史上著名的米切爾禁藥報告事件 而Cabrera竟然也出現在那份報告裡面 報告說到在調查時發現有一袋署名Cabrera的袋子 裡面裝了數百顆的童話類固醇 也就是促進肌肉增長的藥 疑似是在2000年Cabrera升上大聯盟時所使用 雖然米切爾報告的準確性高到許多大聯盟的選手直接承認 但Cabrera對這次的禁藥風波始終表示不知情 而且沒有使用 這個禁藥事件讓Cabrera在新球季的簽約上 有許多球隊是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不過最終還是由歐利4將Cabrera簽下 他和昔日的拳雷打王競爭對手Rose組成了可怕的洋將組合 他們兩位各打出了40轟和36轟的成績 並打出118和104的打點 雙雙入選最佳9人 Cabrera更拿下了他生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的金手套獎 不過如實可怕的打擊還是在季后賽的第一輪輸給了團隊整季子打出82轟的火腿隊 只能說這就是季后賽變化無常的魅力所在 到了09年球季 Cabrera在球季開始沒多久後 在三壘單人跑著時被一顆界外球打到右腳消失骨折 休養了3個月後回到賽場上依舊有著兇猛的火力 還拿下了7月的月間MVP 不過卻在9月再度因為右胸傷勢下放休養 整季子留下65場出賽 3x14打擊率和13隻拳雷打的成績 隔年2010年球季Cabrera雖然因為大小傷勢兩次被抹消登陸 但還是有著112場出賽 3x31的打擊率和82分打點的穩定成績 球季結束後Cabrera認為這樣的成績 加上他已經是不受羊將登陸限制的年資 應該足以讓他獲得一張復數年的合約 但歐利斯看在他的年紀和越來越會受傷的情況下 堅持只願意和Cabrera簽一年的合約以至於雙方一直談不攏 最後Cabrera選擇加入願意給他復數年合約的軟贏 欠下一張兩年3億6千萬的合約 再次以結果論來說的話 當時的歐利斯眼光還真的不錯 因為到了軟贏後的Cabrera雖然打出了生涯的350轟 但因為傷勢的關係加上聯盟使用統一球 還有和小九寶預計所被位置重疊的關係 出賽數和成績都大幅衰退 89場的出賽只有2層25打擊率還有10隻拳雷打 35分打點的表現 雖說Cabrera也是統一球下的受害者之一 但加上已經高齡40歲的影響 2010年球季還是受到傷勢的關係沒能趕上開季 6月回到益軍後卻只出賽了8場再度被某消登陸 這讓Cabrera非常不滿球隊對他的使用方式 最後和球隊鬧翻 在7月24號就提前離開球隊結束他的旅日生涯 離開日本後的Cabrera回到了委內瑞拉的冬季聯盟打球 他還在2013年以42歲的年紀改寫了該聯盟的拳雷打記錄 那年他的成績是3x91打擊率、21隻拳雷打和59分打點 OPS1.225 看起來是真的還保有一定的身手 這讓歐利斯在2014年李大浩轉隊到軟營後 為了填補4幫的空缺還曾經傳出要找回Cabrera的消息 不過最後歐利斯還是選擇了有9年大聯盟之力的UNISKI Bettencourt 而且還在該年4月24號傳出 Cabrera因為使用禁藥的關係被墨西哥聯盟處以永久停賽處分的消息 不過很快的就在同年的12月 聯盟因為證據不足為由取消了這個處分 而Cabrera也沒有再回到墨西哥聯盟打球 在2015年時 Cabrera再度回到了委內瑞拉的聯盟賽場上 並且再度拿下了拳雷打和打點王 更拿下賽季的MVP 球季結束後即將要45歲的Cabrera 終於選擇高掛球鞋退下球員身分 退球後的Cabrera在家鄉當起了弱農 他表示因為在日本時吃到和牛感到非常的驚艷 想要在委內瑞拉也養出和和牛一樣好吃的牛肉 於是非常認真研究品種的改良 以上就是Cabrera的球員生涯 而Cabrera生涯後期因為驚訝的事件 讓許多人對Cabrera在日子的成績劃上了一個大問號 在許多OB球員排出的那些夢幻名單中 基本上從來沒有看過Cabrera的出現 雖然他本人到最後都還是堅決否認 而且墨西哥聯盟調查也算是還他一個清白了 不知道看到這邊的各位對Cabrera的成績是什麼看法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你們的收看,別忘了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掰掰!